低着头在警方陪同下缓缓走上囚车 百货掳人案的嫌犯因为犯案过程大胆 不排除还有犯下其他案件 再加上他原本就要逃往大陆 被地院裁定收押 摩天里警方大阵仗把男子上铐 就是他在北市持刀掳走贵妇抢夺 被害人一看到远警立刻跑向玻璃市 大喊就是他挾持掳人 贵妇一时心情难以平复 周五晚间六点半 卸心男子在百货公司地下四楼停车场到处晃 他看到一名女子独自一人走向百万名车 嫌犯这时拿出折叠刀尾随被害人 用刀抵着贵妇的臀部 要他乖乖配合到后座坐好不准出声 一上车嫌犯就开口要十万元 贵妇说没那么多钱 这时嫌犯直接把车开走 一路开到新装 被害女子吓坏了 嫌犯虽然没有捆绑他 但贵妇根本不敢下车逃命 最后一路被载进新装新树路上的摩铁 从停车场被掳 嫌犯盗领 再到贵妇趁机打电话 向柜台求救 警方抵达才将嫌犯上扣带补 这不是谢信男子第一次掳人方案 101年12月就两度在路上 随机挑选少年掳人未遂 其中一人反抗过程中 嫌犯挥舞水果刀 砍伤被害人 脸书上PO出与艺人在教会的合照 嫌犯这回又持折叠刀 到百货公司地下停车场 掳人夺彩 贵妇惊吓三小时 索性最终平安获救 记者新北市综合报导